人吃蹄 对不 那个其实是骂人的话 代表说你贪得无厌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在柬埔寨 竟然柬埔寨的人民 要开始吃铁了 小铁鱼 然后柬埔寨的国民 44%已经快到一半了 也是患有贫血 不可能吧 这样太严重了吧 太严重了 整个国家民族我跟你讲 这样缺铁 每天都没有利息工作 然后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孕妇尤其可怕 为什么 因为在认诚期间 常常容易出血 常常容易造成流产 所以查尔斯他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改善这个计划 就在跟NGO的组织报告说 这样好了 最快的方法就是进口 含铁药片给这些百姓吃 这样最快能够补铁 对不对 可是你想想看 柬埔寨的经济能力如何呢 哪里负担得起买药片的钱 对不对 好 那查尔斯他就想说 那这样好了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敢用铁锅来煮 用铁锅来煮饭煮菜 铁锅煮 你意思说拿不成铁锅里面 铁会进到饭里面 其实就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原理 经过研究 他认为这样是不会伤害人体的 然后他一天 如果说铁锅 慢慢散出铁质出来的话 人体补充 一天可以达到75% 够了 就可以使他的健康慢慢改善 这个利益很好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民众依然不喜欢 用铁锅煮 乌七八黑的 我们不要 而且铁锅也是要花钱买的 所以查尔斯很头痛 买药片也不行 用铁锅也不行 最后你知道查尔斯 他这个人 他真的彻隐之心 他干嘛你知道吗 想到什么点子 他就把一些小铁块放在一起 然后包起来 然后就做成一个小鱼的形状 干嘛你知道吗 买什么时候这鱼可以吃 鱼在坚布在传统食物里面 代表说极力极强的意思 所以说你把这个铁块 包成一只小鱼的样子 放在烹煮锅里面 他们一边烹煮 看到那只鱼 就不会排斥它了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说这个计划 后来终于成功了 改善了很多 捷捕在人的身体健康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衣食屁对不对 可是这个人吃的东西 很奇怪了 世界上真的有这种衣食屁 这是谁 这是印度的Huda Gandhi Gandhi你知道吗 他从小十岁开始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正常食物他就不吃了 你知道他现在都爱吃什么吗 吃什么东西 他现在都吃泥巴 石头 砖块 你以为他是蚯蚓 你请问 蚯蚓才在吃泥巴好不好 吞得下去吗 当然吞不下去 人的胃怎么可能消化泥巴 可能他吃一吃把吐出来 对不对 对啊 错 他吃了以后要吞下去 因为他一天要吃三公斤 大家看啊 你看 那个泥土真的进到他嘴巴 你以为他是看到了摄影机 来吃给镜头看的吗 砖头 用牙齿咬砖头 咬砖头 吃得精精有味 他说我的身体好 我的牙齿硬 我已经吃了东西 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拉肚子过 你要叫我吃什么东西 我会拉肚子 你知道吗 甘迪说 你给我吃鸡腿 我反而会拉肚子 不可能吧 人的胃正常消化 怎么可能吃鸡腿会拉肚子 所以就想着说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好 这是互纳 的 你 没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